字幕作词 李宗盛 好,喂,喂,OK,差不多有光了 喂,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Sir 那今天我不在学校,大家知道的,是不是? 但是词仍然要照上的 那現在你見到這裡,已經明明我在哪地方 哇,應該會很光,這裡爆光就 哇,OK,那今天我現在是在亞洲伯南本 我現在的今天就是你們現在的過去 拍這一段其實很快 講一下今天的流程而已 今天我們會兩部份 一部份就先解了那份資料互正題 就是你們的立法會那一份 到第二份呢 我們就要解回再之前做的那份卷義 就是標準公時那一份 大致上這樣 看看我們有沒有時間證 有時間證的 和你們玩遊戲 如果沒有時間證的 就是沒有時間證 OK 等一下大家抄東西 抄快一點點 OK 那我解呢 我盡可能解慢一點的 但是盡可能啦 但是你知道我講話很快的 OK 那就沒有啦 沒有話要說了 開球吧 好不好 OK 那就沒有啦 事不宜遲 這樣就啞了兩分鐘了 那剛才科長應該派了卷 派了一份卷給你們啦 沒有啦 去片吧 我們就先解了立法會那條題目 那這張圖啦 之前提過大家了 就是他日舉牌示威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舉白色的牌 因為很容易被人photoshop的 你看看容許欣 多喜歡通色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那資料1的書呢 其實提起一點點技巧啦 就是中比橫比呢 提了很多次了 打橫比 OK 還有打直比 然後計算了一些總數給我 有數字呢 就先計算了 不會浪費的 所以啦 有橫的地方選區 傳統功能組別 新功能組別 大家各自比較一下 接著打動比 就比完 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兩者 那個數字的差異 可以嗎 OK 這個總數來的 總數不需要比的 OK 因為這個純粹是一個reference 但是27和43這個數字 有得比較的 OK 行不行 這個是12年的 12年這些過了很久的東西來的 因為我們做的這條題目 是13年的DSC來的 我們先看看新的東西 16年之前跟大家講過的 我們本身呢 都有一系列的 非建制的議席 我們是有的 但是當然啦 我們呢 叫做對上的年 OK 其實呢 我們有六個的 非建制派 或者所謂泛民議員 就被人DQ了 OK DQ了的話 有五個席位 就做了補選 已經 拿著長毛那個 是未做補選的 但是 五個裡面 泛民又輸了三個出去 只能拿回兩個 所以就會導致到 我們建制派的人數 和非建制派的人數之間 就有個失衡的情況 開始說什麼 分組否決權 就失手了 OK 除此之外 有些數字上的東西 在這裏 這個四大板塊 這個泛民 建制 類似的 還有 這個圓東就不是兩席 因為這幅圖 那時候還未做補選 欠陳健康 不是 是陳凱欣那一席 現在呢 搞定了 就是欠長毛那席 就還未補選的 接著要留意下的 最近來就是 陳淑莊和邵家駿 他們就因為佔中的K傷 已經被判會入獄了 陳淑莊還未判的 那邵家駿就判了 究竟他們可不可以出來開會呢 邵家駿曾經是 是想著服刑期間去立法會開會 但陳教署呢 就拒絕了 但是邵家駿呢 他會再次試一試 因為 遲下他有一些個人提出的議案 就是他提出的 當然了 他們兩者 如果被人褫奪了議員資格 那就是我們會沒有兩個議席 OK 那他們去到下年 2020呢 立法會四年一屆 那去到2020呢 又有另一次的選舉 那究竟他們有沒有參選呢 會不會又被人褫奪了參選的資格呢 這個也是不得而知 那跟著 那坐牢的議員呢 其實都不少 陳淑莊 文建聯前副主席 OK 這個就是提供一些 利益輸送的東西 OK 尖培中 就是立法會 功能組別議員 OK 藝造文書 跟著 梁錦豪 行賄選票 OK 戴展華呢 就是這樣 冒充學歷 我們近來都有一些議員 是冒充學歷的 是不是 那有些背景 先知道一點 那跟著 拿回一份題目 我們先做個拆題 過往了 我們都是這樣的 先拆回 我們的題目 要做事先 拿回一份題目出來 然後選擇 我們的參考資料A 和資料B 今次是我們的限制語 OK 還有的 特別的主題 就是政府對 反對意見的態度 這個是我們整條題目的主線 即是說 你要答題目的話 應該都是圍繞這件事 OK 接著要做的就是 傳釋 這個 資料B的訊息 但你要參考資料A 所以 為什麼呢 它是一個資料的 互證題 好 接著就 看看 資料 OK 資料 在資料A 那時候 大家要留意 在資料A 旁邊寫 或者下面寫 在這裡 我們要你做得到的 就是要指出 建制派議員 在立法會中 是佔大多數的 這個是一個 Key的idea 是很重要的idea 用剛才的橫比 中比你就知道了 打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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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行不行 18、17 泛民多些 接著去到傳統功能組別 24 建制派多過他 接著新功能組別 3 又多過2 那你說 只看這裡打橫比的話 好像只有傳統功能組別 帶出這個 訊息 但我們不單是橫比 我們還有中比 剛才我們說 打橫比 就是比較 泛民和建制派 他們兩者的總數 所以 我們也希望大家 有數字的時候 敏感多一點 OK 打橫看 當然 打直看 計算數 所以大家有計算機 接著去到資料B 資料B 見到建制派的大的鐵球 摘住了一個反對的牌 寫著法民主派 法民主派是反對的 建制派是贊成的 那贊成誰 當然是贊成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跟誰說呢 就跟法民主派說 你看一下 你要學懂一下包容不同的意見 現在的形勢被人強 建制派是個大鐵球 人數多 一下子摘下去 大石摘死蟹 接著香港政府就跟蟹說 哎呀你體諒一下石頭 你包容一下石頭才行 雖然它摘到你 所以資料B想大家去指出 香港政府對 反對意見所抱持的 是甚麼態度呢 是負面的態度 題目是不是在問 所抱持的態度 但其實所抱持的是甚麼態度 應該是一個負面的態度 即是已經被人摘住了 已經是少數派 你還要找個少數去包容多數 不是應該反轉嗎 這個是資料AB想大家要留意的 OK 接著要留意 記著用資料護證 就是A和B要護 護之前解釋過給大家聽 護字是這樣寫的 上面一個手把 下面一個手把 中間一條繩 就在這裡領領領領領領 護就是大家的東西 相交纏繞的意思 正就是告也 即是告訴你甚麼 那護證就是 麻煩了 將兩樣東西 擺在一起 領領他 去告訴別人 這個叫護證 看看我們有些同學的 例子 這位同學是一分的 差點甚麼東西 我們想想 差點甚麼東西 之後補回 就會有很多 例如 主題句 建制派的議席 議席的數目 就是比泛民主派多 OK 那怎樣比法 怎樣多 那你說 主題句 我只寫多 不要緊 那就看看下面 OK 傳統功能組別 那麼多 那麼多 多少席 24比6 功能組別是對的 OK 但有沒有其他數據可以用呢 剛才我們說了 資料A 是有橫比和直比的 為甚麼不用直比呢 打直比 你看到那條數 27比43 應該是更明顯 對不對 即是說 在這裏其實可以用多些資料 對不對 接著去到漫畫 漫畫 政府 為何要反對法民主派 認為他們要學懂包容 那些 但是他能夠分析到漫畫的東西 但是漫畫裏面有些甚麼資料 可以看得出呢 OK 可以看得出呢 就只是說 學包容 但是那個鐵球不說一下 這麼大的鐵球 這麼大的建制 兩個字在這裏 可以嗎 所以 在漫畫內容裏面 都是差一點點的 可以用盡 這個時候用盡數據 去到最後這兩格 都是說 沒有針對那個限制 這次的限制就是 就 政府對反對意見的態度 剛才我們根據資料B 是一個負面態度 對不對 但是他這裏說的就是 我那些 以席數目的分配 是17個席位 和18個席位 不是次數來的 對不對 就是選了出來 是個位來的 對不對 但是他這裏其實 這個A 這個資料A 其實放上去上面第二格 可能會更加好的 因為都是說議席 但是這裏 十七十八席 其實泛民多於建制派 其實是 差一點點的 應該用總數 是比較漂亮的 對不對 那我們去到下面 最後其實沒有護證過 OK 說明漫畫什麼呢 贊成給政府大 其實不是贊成給政府大 而是建制派的實力 議席數量 亦都比泛民為之高 所以就很容易去贊成了政府的議案 OK 而泛民作為反對派 就被人壓低了 這樣 這個其實沒有護證到的 所以在資料上 未用得足 OK 又未針對好題目 OK 所以得的分數就是 差一點點 OK 但是其實他答到些東西 他做到主題句其實很好 OK 不過用資料應該可以用盡一點 OK 接著另一個 我們三分 OK 他的主題句 就是主題段 OK 可以嗎 但沒有相關 即管看看寫什麼 都是說地方的選區 功能組別之間 那些數字的比較 我也有說 功能組別 比泛民多 其實就是 比起剛才那個 上一個 sample 那個T 好像多了些東西 哪一個組別 OK 但其實頭兩格 差一點點 其實就是總數 差一個總數 還沒特別說出來 即是差一個直比 還比做得OK 只差一個直比 OK 到下面了 B 有鐵球 壓住了 泛民主派的 反對牌子 主打了議會 B那時候 是有那個 意識 出現了 OK 但去到後面這兩格 有少少理解錯誤 但其實都有那個 反對態度 都能夠說出來 傳統功能組別 有這麼多議員 由政府審批 其實就不是的 OK 即是在那個功能組別的選文裡面 只要你是那個 界別去做工的話 其實你已經可以申請 做為那個功能組別的選文 OK 好 然後去到最後 那格 都是說 護證 護證那裡 都 有個意識去做 但問題就是 有些東西寫得不清晰 代表了香港政府的男人 對泛民主派就說 要包容和意見 跟樓上有少少呼應 OK 但從數字來計 即是資料A的數 從數字來計 可以涉一兩句 但都是幫助說明資料B 所以 這個 都由上 重要人物提出 這個重要人物其實是誰呢 政府需要迎合他們 他們其實這些重要人物是誰呢 我猜是建制派 但問題就是 我猜而已 我不可以當成是 所以有時候這些位置 可以寫得準確一點 具體一點 究竟是哪一個 如果是建制 就寫建制 因為資料B 看到這麼大的鐵球 寫著建制兩個字 我都很相信是建制的 可以寫得具體一點 可以令到 由三分 可以上到 更高一個層階 就是四分 OK 現在我們再看看 考評局給我們的 一些 那個 Sample 你們那份 沒有選擇 我希望你們拿 螢光筆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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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有些什麼 人家做得到的 但做得到的話 是否代表做得好呢 那就另計了 現在第一個示例 實在 它只有資料B 但它沒有了資料A 其實它沒有了資料A 自然是沒有了互證 在這裡 你們的版本還有位置 你自己寫下 究竟它是壞什麼 實在就是沒有了資料A 沒有了資料A 就不會有互證 所以這一個 是一個Level1的答案 實在只有1分那麼大把 所以壞就壞在 沒有運用資料做解釋 只有資料B 沒有了資料A 在兩個法文主派和建制派之間 那些關係 其實就沒有輪述得很清楚 你看得到 一個數字都沒有 整個資料A的數字 好像是看不見的 難怪了 是Level1 因為沒有了資料A 然後 所以沒有了互證 到第二個 第二個呢 要多一點點選擇 要慢慢選擇 資料A 資料B 齊 原型鐵球 代表建制派 壓住了一個牌子 寫著反對就是泛民主派 OK 政府對著泛民主派 說要包容 OK 是不是有了這個 資料上的E 對不對 有了E給你了 那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信息就是 建制派的贊成票數 是多過泛民主派的票數的 咦 又對 多過泛民主派的票數 對嗎 那資料B 想帶出這個信息 那資料A有沒有什麼可以 引申得到 資料A就說 泛民主派 在不同的地方選區 傳統中共和安補B 等等 其他的票數 是下降的 但建制派 就增加著 所以 引申得到 資料B 泛民主派 由於票數不夠多 所以 被人壓制 而政府 也不理會 泛民主派的意見 這個是不胡錚 是否也講了 究竟 就政府對 反對意見的態度 是不理會 他當作是不理會,都可以的 你會說,是不是一定要寫負面? 那不理會都夠負面了吧 對不對? 正所謂愛的反面不是恨 愛的反面其實是不理不睬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一書呢,衰什麼呢? 衰是衰在,資料A,你沒有數字 你沒有用過數字,是不是?一個數字都沒有 但是幸好真的有做到戶籍 最後這三句真是救了他 如果不是的話,只有Lv.2 不過現在呢,他有Lv.3 就是因為這個戶籍,真是救他一命 起碼做到題目要他做的要求 就是資料戶籍,有A有B 有沒有拉上關係?又有拉上關係 所以自己選擇 紅、黃、綠、藍等 這個是事例2 但是他有沒有用到數字 其實有什麼不足 做不做到戶籍?做到 所以就有Lv.3 OK?行不行? 我多給3秒吧,好嗎? 3 2 1 好,飛了 這裡也是解釋 資料A 新訊不夠清晰 因為沒有數字 所以在漫畫有訊息 但是運用不到A 所以就差一點 OK? 好,現在到第三 第三 是一個Lv.5的答案 好好的 OK? 你看到什麼呢? 有資料A 有資料B 資料A 就是主題句 就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 他們的議席之間的分佈 影響了政府對反對意見的態度 OK?行不行? 從資料B看到,資料B可見一二 那些一二在下面才能看到 資料A就是議席數字 泛民主派比較少 B就是剛才說的 那些牌 就是泛民和建制派之間的勢力不平均 OK? 還有政府的漠視 反對意見 漠視 跟剛才的不理會 和負面的態度 都是一樣的 就是漠視了它 資料A 看看吧 醒神一下有沒有數字 有啊,有數字 好啊 OK? 70席入面 建制派呢 是超過一半的 43個2席 OK? 泛民呢 只是約三分之一 那你說 我寫不到三分之一的 27 都起碼 有個數字 對不對? 所以 由於立法會的 那個選票呢 就是說 那時候多過半數呢 才通過的 所以就導致到 在哪裏見到些什麼啊 建制派的大的波 OK? 他就代表著贊成 OK? 他就壓倒了 泛民主派那個小的牌子 對不對? 那就代表著 政府可以 不理任何的反對 OK? 就是 不理反對派 不理任何反對 就照樣通過一些議案 OK? 也看到什麼呢 政府對泛民 也要求他妥協的 其實是否都是他的態度 一個是 漠視反對意見 一個是什麼? 要求他妥協 而不是 想達成共識的 相比剛剛 Level3的答案 是不是又多了一個層次? 剛才只是說不理會 現在再拿多一點來講 因為資料錶說什麼? 你看一下 你是不是應該要包容一下不同意見 OK? 其實就是在說 我也不是想達成共識的 可以嗎? 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呢 有資料A 有數字 有資料B 又有些 一般的內容 也最重要就是有 互證 可以嗎? 它說得出了 建制派壓倒泛民主派 要求妥協 而不是真正的 商戶協商 這是政府的態度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是不是就做出一個 互證 好 好 那這個就是這樹 讓大家選一選 其實也是剛才的東西 我給10秒吧 好嗎?